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 由恐怖大师约翰·卡明特 指导的美国恐怖大片《病房惊魂》 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 克里斯汀因为火烧了农舍 最终被警察抓走 送进了北湾精神病医院 因为他攻击性极强 被关进了特殊病房 在这里他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能见到的就是冷冰冰的医生护士 还有几个怪异的病友 当晚克里斯汀就感觉 有人进了自己的病房 第二天醒来时 自己也是睡在地板上 而医生询问他放火的事情 他没有回答 而且顺便拿走了一把刀子 他企图晚上逃走时 却被护士逮个正着 第二天他与病友们聊天时得知 医生想在他们身上做奇怪的实验 进来这里的人 没有一个能治好住院的 果然在晚上起草时 克里斯汀被神秘人扼住了脖子 他大声尖叫 最后护士赶来救了他 他向护士说起这件事 但护士以为他只是犯病了 随后给他来了一针 并对他进行了电击疗法 但突然四眼女对其他病友说 他病已经全好了 马上就要出院了 医生正给他做催眠时 却被神秘人带走 杀害了 与此同时 克里斯汀找到四眼女留下的画册 看到爱丽丝的长相 他质问医生与病友 都没有得到答案 最后他还是打算逃走 而病友告诉他 在这里没有人能够离开 而爱丽丝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的 有个金发妮被说服 与他一起逃到太平间 正好遇到护士检查病房 等护士走后 克里斯汀出来找金发女士 神秘女突然出现 吓晕了他 护士太大离开了病房 第二天 自妇女嘲笑克里斯汀 并说自己要出院了 其他病友没有人理会他 但不料他又被神秘人抓住 给杀害了 克里斯汀接到了胆小鬼的布娃娃 又看到爱丽丝的名字 在他的逼问下 原来爱丽丝就是那个神秘人 他一直欺负着大家 于是大家和我把他给杀了 现在爱丽丝的伪魂回来复仇了 而金发女知道 他们是逃不过爱丽丝的追杀的 于是决定自杀 好在克里斯汀制止了 但爱丽丝出现了 直接把金发女干掉了 克里斯汀问了桃尼 意愿挟持了胆小鬼 在逃亡的过程中 他们遇到了护士的阻挠 还让胆小鬼先坐电梯走 没过一会儿 他就发现了地上的血迹 同时爱丽丝也出现了 两人展开了一阵搏斗 克里斯汀打败后来到医生办公室 看到桌子上爱丽丝的病例 挟持医生质问真相 原来根本就没有克里斯汀 所有的病友都是爱丽丝人格分裂出来的 因为他小时候变成绑架 关在农舍 受到非人的虐待 遭受很大的心理创伤 导致他分裂出多种人格 而在医生的催眠下 爱丽丝又出现了 他扑向克里斯汀 两人同时坠下楼 醒来时 克里斯汀被医生告知 他全好了 他全都要进去时 克里斯汀越浮想了